好,回到今晚的动漫无声 我是小马仔,因为今晚只有我一位主持 今天我们邀请了香港很出名的同仁Cosplay舞团 不如先交给你们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们是Nightrush 我是Lisa 我是大鹊 我是小鹊 我是阿田 我是于希 我是曉曉 我是Kanako 看到Nightrush 我们好像是动漫无声是香港第一个网台 去访问Nightrush 所以很多听众看到Nightrush说 很想问Nightrush 不过稍后再用后 因为我们也要先介绍一下 Nightrush他们的团体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14年5月11日成立的 其实我们在网上找到很多资料 5月11日为什么要找这一天成立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Facebook的文章是5月11日开 所以我们就订了5月11日 对 之前那天拍照 那天是开文章 我们就订了那天 就是Nightrush成立的日子 当时是不是Nightrush 都已经是9个人了? 当时是9个人的 RG拍摄也好 动漫节也好 其实都是15年头 应该都会看到你们的演出 不过我想问 其实是否Love Life 导致Nightrush的出现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其实都算是 因为始终Lightrush 都是因为Love Life 才会聚在一起 之后 认识了他们之后 玩完 然后就会有其他表演的节目 或者Course其他东西 都算是 其实我们开头 几个朋友玩的时候 是没有团的 没想过会变成这样 那也真的因为Love Life 臭成9个人 然后臭成这个团 其实以前是未必捉9个人的 最后就说是Love Life 有Love Life 就一定是9个人 不是9个人 就不是Love Life 我们都知道 来到香港 就算Muse来唱歌 只有7个人 好像差点 所以变成7个单曲 好像来到 大家好像粉丝不太好 但是不要紧 但是9位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改Nightrush 这个名字呢? 很多人想问 我们都想问 其实我们当时 每人都想一个名字出来 有没有例如? 不太多 有些很脑的 很脑的 就是那些 不知什么Nightrush 什么Nightrush 那些 那些什么Supergirl 那些很脑的 Supergirl有的 香港 不知道 有 真的有 有 你们真的被Supergirl再早点了 再想到这个 但是被我禁止了 被我禁止了 是 容易记得 一听到 就会很难忘的 一个名字 我以这个为目标 最后这个是谁想的呢? 你 我们那些全部禁止了 Lightrush 即是狗冲 其实本身好像是潮语 就是我们的意思 因为我们9个人 刚刚好狗 9个人一起向前冲 那Lightrush 我们的意思是 但是最早想 9个人一起组舞团 是哪一位的主意呢? Lightrush的主意 因为舞团是我很久以来的梦想 我玩了Course差不多10年 我还是很想上台跳舞 其实我们没Lightrush之前 都有上台跳过舞 在哪个场合上跳过舞? 但没有人记得我们的 没有人记得我们的 我还是站在中间的 CW都有跳过的 但是那时候 不是一个团 是几个朋友 大家都有兴趣的舞 就一起跳 那时候是 每次上台的名字都不同 每次上台的名字都不同 我也想问一下其他成员 例如其他成员 可不可以说 为什么加入Nightrush 我是大气 那时候呢 最初COSPLAY的时候 我和阿妹就会留意其他COSPLAYER 之后呢 有一次 其实也不是有一次 那我们就看看哪些 有些很喜欢的COSPLAYER 那就发现了瓜瓜和卡拉 不是啊 其实我最早发现卡拉的时候 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另外 是我最印象深刻 和我最喜欢的 就是卡拉的Blue Rose 不是介绍我 我就中了 中了箭 然后我就很喜欢卡拉的COSPLAY 然后一直留意 甚至就是有一次活动 然后就碰到卡拉和瓜瓜 一起COSPLAYER 那时候我们还没认识的 其实那时候还没叫熟的 但是会 姐姐有做摄的 做摄的 我就拍照 对啊 帮他们拍照 之后我们就合照 然后就有 聊天 很奇妙的展开 然后就 我们就拍戏了 然后她都没说到什么 都没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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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的是合照 但是合照经常出现的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舞团呢 接着我们认识她之后 接着我们要找人一起组舞团 就问他们要不要一起进 对啊 那时候就说 因为我们想用这个Love Line 为题材 接着就问他们 有没有看过Love Line 那没人说没有的 很少人说 对啊 他们真的说没有 接着他们说 我们现在立刻去玩书 接着一看了就爱上了 咦 为什么当时不看Love Line 每个人都说 咦 Love Line很好看的嘛 那次很新的 第一季几集而已 但是因为我们 照这个9个人 是照了很久 所以我们去到很后 才会组成舞团 对啊 因为Love Line第三集 叫做经典的嘛 就是一开幕 咦 没有人的 扔手包 好像大家有 那其他几位呢 其他几位又 为什么会参加你舞团呢 参加Nairush呢 那我叫阿田 那为什么会参加Nairush呢 其实都是 关大小的事 其实我们都认识了很久 之前都一起玩过 course 不过 那时候真的很参加 可能不是经常出 或者经常拍照 我们中学的时候 开始认识 之后他们就问我 阿田你有没有兴趣 一起加入Nairush 之后就 加入了 就是这样 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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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平凡的加入 我加入的原因 是初期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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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开始 我先认识了Kahako 那时候还是中学生 就是我做一些part time model的工作 我就认识了Kahako 因为她是帮我做衣服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有跟她聊天 我还觉得我自己有关怀过她 但是她本人时候 完全不介绍了这件事 没有啊 她现在是报复 不是啊 我跟她Facebook 她半年都没有 认识我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应该Lemmo也是这样的 就是 但事情是 因为那时候 是一个很勤努的 很勤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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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勤努的一个中学生 嗯 那时候真的有半年 很少上Facebook 是不投资 不加朋友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高贵冷艳的形象 但是呢 就突然有一天 我有看Facebook的情况之下 我加了Kahako 那呢 她就问 你能不能有兴趣 叫Kahako 不是这样的 是吗 是 你在我Marki的照片下面 哇 很帅啊 然后我就跟她说 这个人 喂 你好像欠我的东西 因为之前我有问过她 一不一起玩 然后她答应了我 是 笑死了 哈哈哈 所以我说 喂 你欠我的东西 然后呢 她就忘了自己欠你 那最后 让我提点一下 之后 就一起去Kahako 很普通的 我们拉起三个人 对 最初是只有三个人一起玩的 然后大家一起的剧剧 好像是因为Kahana 我也因为Kahana 有一天 故事那样 很久很久以前 Kahana就问我 因为我本身已经认识了 但不是因为Cosplay认识的 然后有一天就问我 喂 要不要一起Cosplay啊 那时候呢 我就是 没Cosplay过的 然后就第一次 然后我说 哎呀我没看过 我先去看看 然后我就在那里看 然后隔了 几天 真的很兴奋 一起玩就好了 然后就 看完 然后就说 我好喜欢啊 然后就说 一起玩吧 那时候 最喜欢的角色 已经是Hanoka 故事的主线 也是因为她开始 然后就问Kahana 我好害怕 然后就说 不用怕的 一起玩吧 然后就一起玩 就是这样 就进了Nine Reset 说真的 也是Kahana 就是阿头 如果听下去 都是你踢人入会 是啊 是 手令 手令 很不重要 那就是说回 Nine Reset 说回来 5月11日表演 那基本第一次 舞台表演是什么呢? 一跳舞 起初 可能有些 要事前功夫 准备很多 或者很紧张 第一次上台 很紧张 虽然有成员 曾经在CW 或是RG 跳舞 但是不同 大家不同的组合来说 要跳舞 是否 起初的时间 要大家去夾的时候 是难点 或者是有什么很难忘的事呢? 其实我们团 都是比较 以个开心为主 没什么压力的 其实 我们练舞 都是玩多个练舞 其实 可能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而且我们九个人 一起上台 不是一个人 好像 又没有什么 很大压力 很害怕 又好像没有了 第一次 好像没有 你们有没有很害怕 我还好 因为实现了我这么久以来的梦想 是 做idol 哈哈哈 是啊 Lisa很想做idol 一向都 其实都挺害怕的 因为好像 因为我小时候 没有什么华人跳舞 或者是很多人面前表演 那我和细细都很害怕 都很害怕 哈哈哈 我也害怕 因为第一次表演是歌谣仔 那我们第一次表演 已经要挑战她的换衣服 即是要快速换衣 其实这件事很难度高 是啊 但是又没试过 一来没试过在这么多人面前跳舞 然后又没试过用这么短时间来换衣服 整个人就很慌 是啊 没人看到 他在后面的样子 在哪里 那看来只有我一个不记得 我很快的超级完成 但是看到他们的样子 全部摸底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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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样子 平时已经没有跳舞 突然间练完之后 就上舞台有一种 买了20年的六合彩 终于中了那种感觉 有20年那么长 你而已 因为你就是做艺术 有20年那么长 大家又记不见 当时台下的反应如何呢 通常跳舞 如果很紧张的时候 就说 下面那些都由人头 变成好像整个森林 那些人都好像整个木头 那些人都不记得下面那些舞台反应 有没有看到下面的观众 你会觉得 那些观众看到 很开心 一起打call 你知道了 一跳新love like 就有很多人打call 那是一个比赛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参赛者 和他们那些相关的朋友 亲朋戚友 都很幸好 我们不是一开幕就没有人在下面 但是那次 不知道了 已经很开心 开心到下面有没有反应 我也很开心 就是好像一张感动相片 哭了 有些人就说 不行啊第一次上台真的害怕啊 不行啊 整个头不知道 空白一片啊 那些 你们好像很开心啊 你们每次上台好像很享受啊 好像有些害怕 但是觉得 真的很多观众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有些可能就很紧张 每次来到 不行啊很紧张啊 只是记得自己要做些什么 有些情况就可能是这样的 我们也好像很少这个情况 很少啊很少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 紧张都会的 是的 但是就不会 台下面紧张 水到台就不紧张 怪不得两年以来 这么多粉丝 感觉上很专业 但是越来越多粉丝 我知道你们曾经主流媒体 也访问过你们 例如Facer 觉得感觉如何 越来越多粉丝 你也知道 我看到你们Facebook 有很多每次的cosplay的照片 或者一些叫做花碎 也都会跟你交流 那粉丝越来越多 会不会有些 咦 因为我看到你们几万粉丝 有很多粉丝 会不会有很多粉丝 会不会有很多粉丝 活动之后 之前又会问候你们 那你又怎样 或者要拍照 一起拍照 你知道很多这些 我们经常听见很多 这些 我们当他们是朋友 很多些 他们就 因为有些真的 由第一次去我们的event 最近都来 很熟 很熟 其实 有没有每次都说 会支持 会啊 有啊 我估计是他们得到了 我们第一次活动cafe 那支棋仔 我将它插在Cottot 这个figure上 其实有些东西 就是我们event 有些可能 隨便滑的东西 他们都会 他们会 会收回当真报 他们有一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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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但如果在街上認到 主要是因為 Nightrush認識的Cosplay朋友 當時的情況就是在看一些動漫的周邊 然後她在後面說 你是不是傻傻呀 但我當時的樣子是一個上學的樣子 跟Cosplay完全不同 她認到我 令我覺得 為什麼Nightrush 然後就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就不會說Fans 不會這樣分 好像在想過很久以前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你們用Facebook交流之後 好像我看你們是開了Twitter 好像也開過Twitter來跟粉絲交流 真實粉絲 但在網上也有很多粉絲 會不會有很多外國粉絲的粉絲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有問過其他母團 有些西班牙、越南、台灣 台灣是很正常的 因為台灣也有很多粉絲 但有些我聽過有些是在哪裡呢 南美、智利、阿根廷都有粉絲 有些是全世界的 會不會有時多一些外國粉絲會跟 因為我看到 因為我有見過你們的類似YouTube影片 之前唱Love Life的歌 我看到一些是阿拉伯文的網站 也看到你們的蹤影 都會有的 會分享一下 那些 之前去外國比賽的時候 都會黑銷 好像也有些外國的人 有留意我們 還有喜歡我們 但很可惜英文的英文 真的不是太好 阿拉伯文又不會看 韓文又不會看 但我們用Facebook的翻譯 不知道翻譯不到什麼 不過應該也有的 因為都有人讚好 還有有人分享我們的相片 如果英文我們就儘量用我們英文最厲害的成員去V 英文人 我們的大戲是英文最厲害的 不是 日文就是我們的麗莎 還有普通話我們的小皮 普通話不用打出來 帶他去大陸的時候就可以說了 你Narish的表演其實都很想在外國那邊 不停地多一些外國粉絲 我們主打香港 主打香港 因為不會說 因為卡卡去到外國的人 就問他 oh you are so great 我們自己來說 始終香港 歸屬感 可能是歸屬感 始終如果去外國 比如我們去外國 台下的 可能見一次 這一輩子就看不到 但是我們香港的粉絲 朋友 他們每一次都會來 我們每次站在台上 一看下去就看到他們 不過看到他們會不怕 因為經常看著 然後他們的樣子又 嗯 這次做得不錯 不過我想問問其他成員 我們看到 因為我們知道 你們都很經常在香港的同仁 event 或者一些動漫 event 演出 我也知道 因為你們跳LOVE LIFE的舞步 或者情況 確實有下面的粉絲很多 是打call 你們對那些粉絲有些 真的很熱情 你都知道 穿得整個 龜甲人般來的 有時 你們對那些粉絲 打call有時 打得很激烈 感覺又是怎樣的呢 你們 真的沒有那麼緊張 一看到他們打call 連自己都會開心 緊張那些都消失了 看到他們很熱情 打call其實都很開心 可能就算未必有些粉絲是經常見到的 但見到台下的觀眾打call 其實對我們都是一種認同 都覺得很開心 其實每次多不多生面口 打call的fans 咦 每次有多過幾個 咦 每次有多過幾個 咦 每次有多過幾個 每次有多過幾個 不認識 可能去那些大場 可能CW那些 除了見到我們自己本身的粉絲朋友 都見到其他生面口的朋友 想和大家認識多些 然後可能會主動和他們聊聊天 這樣 完了表演 你們是會下一個 例如他當你狗戰 狗戰你走到台後面 例如整理完畢之後 你們會出來 我看到很多fans 會抓住你們去拍照 一起入照 很多的 我都見到很不少 立得 人家三場水遠 當然是聊幾句才走 大家朋友 其實本身 就是cosplay著 都會 就算不是fans 可能街外來看 你都可能會有興趣和我們拍照 是的 不過我想問情況上 比如動漫節多些 還是說 例如平時的RG 叫同人活動 多少少 其實都差不多 差不多 動漫節那裡我一會再說 香港的同人活動 想起你以前 比如參加過RG CW 很熱鬧 對香港的同人活動 參加過那麼多屆 那麼多次表演 感覺上是怎樣的呢 參加香港的同人活動 表演的時候 其實很熱鬧 對 而且很親切 因為很近 因為跟台下 動漫節那些可能會離得很遠 離得很遠 還有很多街外面 很多很多人 但是如果是同人活動 這個場就會小一點 碧劫一點 所以那些人就近一點 會開心一點 這個感覺 熱鬧 其他成員呢 你會覺得 會不會喜歡一些較為小的場多些 例如有些大學場多些 還是喜歡九龍灣展茂那個場多些 還是喜歡會展的場夠grand 有些人會不同 有些人會覺得 太大個場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有些緊張或者感覺 會不會呢 例如你可能會展的場 真的完全不同 其實我覺得 其實每次表演都 可能我個人來說 都會有點緊張 但是 會覺得 因為可能台的距離 跟觀眾就會近一點 他們就會看到你很清楚 那如果有一秒 不小心發了誤到 或者忘記了那個動作 就會被人很近幾米之內 就會看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其實有沒有試過 有啊 經常 不是 是靈魂出嘴竅 一秒跳錯了 對 其實我覺得可能 表演上可能會有緊張一點 但是 童人展 一些表演 可能我就有機會 在休息室 可能認識到其他舞團 這樣就 我覺得 都是一個挺好的機會 或者認識一下其他團 還有呢 在童人展 我們表演完之後 都可以去買一些童人 這個是重點 是重點 因為一路以來 未 cosplay之前 都有行不同的童人展 買童人的產品 看童人展 她要說 next 字 哎呀 我沒有回去了 我回到現在 我也是頗喜歡童人的動作 現在也有買 對 現在也有買 會不會有些話師 咦 太合照了 看到要先合照 有什麼情況 有什麼當主的情況 當主就應該沒有 因為她都在忙著看當 因為我們表演完 通常要出場外面 可能帶一點 合照 聊天都方便 不過九龍灣展 譬如三樓的場 也好 其實都會很塞 也不可以很方便地走 但是當然 想說同人表演 我想你們都是 Luvlite表演 我想遺傳 就是以前 我想說 其實我知道你們 也曾經有一些商業合作 例如京溫的書傳大師 例如電影的水手服 與機關窗那個 以及各村的活動 我想問情況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關於cosplay舞團和商業合作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 大概會不會說 要預備功夫很多之類的 商業合作 反而我們就不用預備很多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衣服 或者我們工作的內容 都會有很清楚的指引 所以其實都準備自己一個人 化好狀態 是一個狀態 通常公司有要求 你是這個帽子 你踏下去就對了 是啊 你穿這件衣服 各村經常有一個活動 我記得 今年書展 有一個妖怪的手錶 跳舞的活動 以及cosplay的活動 我想問大概事前功夫 如果你說同人表演 以及公司表演 其實事前的化妝 需要處理的功夫 是不是都有分別 對我們來說 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我們太認真了 是啊 做事和表演 我們都會很認真去看待 你說如果是商業活動 可能穿完出來 化完妝 會給那邊看 這樣可以嗎 反過來我們自己表演 就是他們逐個化完妝 穿完衣服 就來給我看 這樣可以嗎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好吧 我們又說回商業活動 又要回到動漫節 其實我很記得 因為當時動漫節 我們動漫無雙 每年都會去採訪 每年的日子不同 因為每個主持 都會去採訪不同的範疇和日子 所以我通常下午會放假 就去採訪 每次近這兩年 都有去過 亞太區cosplay 嘉連華的活動 因為近這兩年 都很受本地的cosplayer熱愛 還有很多人都很歡迎 可以全球的cosplayer 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或者一些舞團的表演 或者唱歌的表演 都有的 我記得你兩年都有參加過 沒錯 這次是第二年 今年就沒有了Kanako 我已經很記得 因為我記得我寫過兩篇文 關於阿太區嘉連華的專欄 因為我很記得去年Nine Rush的表演 是非常精彩的 為什麼呢 我記得你們當時的cosplayer熱愛 說跳了頭一段 然後回到後台 就隔了幾位嘉賓出來跳舞 然後和後 Fruit Punch出來跳舞 跳完舞之後 你們專門錄了一段影片 然後再跳回到那個舞台 一起跳舞 我記得Fruit Punch 但當時為什麼有這麼好的安排 因為很多人很想問 為什麼當時可以想到這個安排 因為是這麼多年來 真的很有趣 很精彩 其實每個人在下面 即是台下拍攏了手掌 當時你們跳的時候 為什麼有這個idea 首先那個活動嘉連華 其實我想是 多人在台上一起跳 會帶動到氣氛 本身是這樣想的 然後就是想 因為他們的主題是歌王 我們是Love Line 就想一下 男女一起跳 會不會有些火花呢 就和他們合作 試一下 當時會不會覺得 很大難度 因為我們九個一起跳 對面Fruit Punch 有時會有人跳 十幾個人 其他成員會覺得 會很容易撞一塊 其實沒有難度 先 因為太多人跳錯 根本沒有問題 我常常都跟他們說 嗯 跳錯不要緊 記住要笑 那時候我們因為要練男生 歌的舞步 所以都幾開心 開心 開心 有沒有什麼不同 可以教我們聽眾 可以耍睡 可以耍睡 扮靚仔 還有每一下都有力 很有力 對 女生就左右左右跳一下跳一下 其他成員有沒有 要和他們合作 加起來跳 會不會說 當時要練很多次 或者會生臉 覺得合作的時候要練 十幾個人跳 雖然說有機會跳錯 可以假裝不知道 但是說真的 都合一個舞步 或者大家可能會看得到 隨時鏡 會不會說 當時是很大難度的 大家 其實都不是說很大難度 因為都是練舞這樣練 但是 就可能是 我們會留意到 跳法 可能就要男生一點 man一點 因為歌王子 他們全部都是 比較有型的男孩 有力一點的動作 對 還有旁邊 他們集合一起練舞 那就可能 都要約一個時間 那時候 就我們合過幾次 有趣是 之前都是沒有這樣試過 一起表演 平時都是我們練 自己這樣 我們練好我們的部分 到最後 一起合的時候 原來大家都 有些不同節奏 一起合好 這是有趣的地方 還有 看著男生 由台的左手邊 跑到右手邊 覺得他們很辛苦 那時候是整場很意外 因為他們後面是有個螢幕 是播帶的 後面有個螢幕 是播帶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 他們跳完 當然是播帶 組合其實都覺得很好看 因為當時 有些記者朋友在旁邊 都說 很新奇 又不是拍完片在後面 又不是純粹直播 因為後面的螢幕 就是純粹直播 你們跳舞 還有錄影 大家看 大家好像不同 看到你們 再走進來 當時 因為很多的記者朋友 都很出奇 令到整場 反應也好 你們都覺得很開心 我相信你們 當時我們蹲在後台上 準備啦 衝啦 然後衝出去 聽到很大呼呼聲 其實我們很開心 因為我們跟那段影片 合得很漂亮 沒錯 因為他一合我們就飛出來了 是不是練了很多次 因為我們是試過合影片 練 因為沒有那麼大的電視 好像在螢幕飛出來 我們都是聽音樂 差不多了 去啦 因為那一刻是很精準的 看到你們出來 哇 整排人說 真的很專業 真的剛剛好 那一刻出來 所以為什麼 當時整個 可以說整個 Cosplay嘉年華 當時我們是 以記者來說 覺得最吸引 就是那一段 但我也想問 但有些人說 Nira Sonten 是跳褲褲褲褲褲褲 今年我看到你們 是Pulipa Disa提爾的Pulipa 我又恨了很久 對 終於又可以 因為今年下一刻 要去比賽 那她就問 嗯 今年做什麼 她就說 那不如Pulipa 這竟然通過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Pulipa 但是我想問Pulipa 的Cosplay服 會不會比Love Life 更難處理 會啊 因為我覺得很閃 是啊 我們今年還挑戰 加這個燈 在我們衣服上面 很放棄 連到傻了 因為那個燈帶 膠是黏不住的 所以我們就要一針一針 連著那條燈帶 會不會很危險 通電的 你知道大家有燈那些 LED是很安全的 感覺 會不會很重啊 當時跳起來的時候 感覺上來 可能真的會很重 會啊 都會重 比我們平時穿的衣服重一點 還有我們的頭髮的顏色 還有假髮的重量 比我們平時都重了很多 是一個新的嘗試 還有一些沒有用力 對 一些沒有用力 假髮就只是一邊兩邊 很長 很長 很重的 一跳的時候就感覺到 有兩個褲子不斷打 會不會需要的體力會很多 跳起來上來 因為我感覺上真的很重 因為還要跳這一個組曲 就是Melody 所以 最精彩的部分 在我們的表演裡面 大家記得要去看 是 是YouTube都可以看 不是 YouTube都可以看 發揮了我們很多 我們真的跳得很累 因為第一次跳 那麼用力激烈的舞 不過我也想問 要Love Life 和Music 和Polipala比較 或者最新的水團比較 SUNSHINE 會不會有些 三者之中會有些特別偏好呢 即是說 我真的喜歡Muse多些 或者有些人說 我喜歡Polipala多些 或者有些 水團好聽一點 好聽過Muse的 可能新一點的 那有沒有大家有些偏好 你們成員之間 三團都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如果Muse的賣點 又可能是不同 比較夢想 覺得風格也有很明顯的 對 所以其實 每樣都喜歡 因為都不同 有機會試到這麼多不同的 是人家很貪心 是人家很貪心 還有Idle Master 你有認識一些人 喜歡Muse 但又不喜歡水團 因為我們經常見過 有些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現在有些舞團 都相當來 可能會避開一些水團 多一些 有些 我可能會喜歡Muse 多一些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時候 我團員之間 都可能會喜歡某一部分 多一些 我們成員 對水團 都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始終都是Muse Muse Muse 其實我也考考大家 記不記得水團有哪個位 不記得 真的不記得 我有看 但我沒有好心印象一個角色 其實我看Love Live Umi 真的給我好心的印象 所以我對Umi 真的一見鍾情 但這次看了Sunshine之後 真的選不到一個 令我覺得很深刻印象的角色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Muse 的記事感 是太厲害呢 會不會 導致大家可能覺得 雙雙雙雙絕 都是有少少 Love Live Muse的影子很強 所以大家好像有少少 不是很大興趣 被Muse的衝擊 那個影響是小了 會不會覺得 嗯 我覺得他們太相似了 都是九個人 那條路都差不多 好像兩者很難分別到 所以我還是喜歡Muse 那些歌曲都挺好聽 我看到Facebook也挺好聽的 但感覺又不是很大 因為那個感動 我已經經歷了一次 就是Sunshine那邊 大家可能只會交為 記得是Yoshiko 就是喜歡病那個 因為這個可能是說 就是Sunshine之前 Muse是沒有的角色 所以大家可能會這樣想 但是要上台 假裝喜歡病 我覺得很難 不是呀 Idle Master也有喜歡病 難指 即是要在舞台上演繹 會不會有很大難度 演繹喜歡病 其實 都不會 本身Cosplayers 都是一個喜歡病存在 是的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 各位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也有很多很多Cosplayers 但要組成Cosplay舞團 一定要有難度 大家要合作 要練歌 我想你們每個星期都可能練很多次 可能需要很多很勤力 大家要合作一起的時間 但是呢 要去由Cosplayers 變成Cosplay舞團 即是中間那個步驟 要需要一個準備功夫 或者可能 再要去升級的 會不會是甚麼 可不可以教一下香港的新手 其實開心一起玩 跳就已經是舞團 其實 也沒什麼很難的難度 其實 最重要是開心 就是我們 我們來說 如果你說真的難 可能就是要就大家的時間 要練舞 做衣服 這樣會 可能在這些地方 會困難些少 但是 對我們來說 科技先進都OK 對 都不是太難 例如科技先進 我們反而想請教一下 科技先進這件事 就是 有甚麼可以幫到手 可以淘寶 淘寶 但我們的衣服 淘寶 上網就可以看到很多片 對 可以很多參考 其實都很容易 但是練舞的場地 請跟我們唱康民處 對 都是租的 對 都是租的 除了這些 如果你有沒有 譬如一些新的舞團 譬如香港都越來越新的舞團興起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 每一年 譬如今年的CP03 都有很多 有些新的舞團組合 開始會有一些 但是 都會有一些 人想說自己加入 有沒有甚麼建議給他們 你真是很現實地問我 建議最重要是錢 賣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錢 Cosplay 從頭開始到腳 都是要用錢買 都是要買 而且租場去練舞 都是要錢 有心之外 當然有心是最重要的 但是金錢上其實 負擔都是在 你問我 現在弄好衣服 你可能還要弄好鞋子 然後你要買假髮 你要出去 Event的費用 然後你還要練舞 還要練舞 你不是練一次的 你要練很多次 那練舞之前 又要吃東西 所以其實那裡 都很龐大的金牙 量力而為 所以我們的成員 都會去做 part time來實現 我們這個夢數 就是這麼久 都要每人加分 對 我們最窮的舞團 對 最窮的舞團 對 付牆的錢都沒有 誰有錢 誰有錢 沒有 因為我看到有些舞團 就喜歡借一些大學的場地 因為大學場地多 但是你們就喜歡做 普通的場地 嗯 對 因為我們差 我們一定要有鏡才能練 對 對 我們其實年資真的很短 對 以跳舞來說 就不及很多其他舞 對 你們會不會請一些經理人 去幫你們 看著你們跳舞 因為有些香港也有些 cosplay舞團 是叫做 普魯之力 那其實就 會給你一些意見 給你一些提示 其實多數都是 朋友看 你看看我 我看你 經理人 我也有掛名 叫經理人 阿K 他不是老闆 是老闆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 Fruit Punch KK就是一位 當然就說他 Cosplay年歷 都接近十幾二十年 因為有人說他 真的是 香港的老師傅 當然 有人這樣說 我們看一些報道 都說 好像都是負責你們舞團 監督著大家跳舞 或者監督著大家的營運 當然 是不是說 一個經理人是很重要 其實在一個舞團來說 有時候 有時候 如果太鬆鬆散散 大家跳幾次 就說他不跳 那個人不跳 可能會很難搞 沒有經理人去牽頭 其實經理人是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不想處理 那些正經事 就給他 例如呢 譬如商業那些 可能要談出場 那些 就會叫 你幫我們談 不如 你比較專長 其實 我想問 其他成員 經理人惡惡 通常不會惡惡 很老闆 通常是 嚴笑經理人 是啊 其實相對來說 都需要很多功夫 即是你們 要管理之外 譬如 其他成員 都可能要 那些人大概給他 提醒你 那有沒有時候 可能有時候有些 我們經理人 想給你們一個意見 成員之間 可能不想這樣做 或者這樣 會不會有時候 有些爭吊 那些情況出現 多不多 我們團比較少 因為我們團自己 那些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 那麼多個人 談回 其實是商業上面的工作 才會交給他 而且 都很感謝 其實我們真的很多人幫忙 我們這團 我們做的事 可能只是 台前 可能走出來跳舞 就是我們的責任 但後面 真的很多人幫我們 所以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覺 Nine Rush 是香港舞團 武器的新星 我可以說 Top 3 其中一隊 尤其近兩年 武器得最快 可能是你們 Nine Rush 不過我想問一問 你有沒有想著 動漫節業 都連續兩年 都叫做大台的嘉賓 因為我知道 你們都曾經說 去過外國的 會不會再想 去台灣 或者去日本 多一點的表演 或者是參加comment market 之類的演出 或者是發售會那類 有當然會好 但是 看看有沒有緣分 其實一團來說 可能要去comment market 要這麼多成員一起去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就算去都不會 不是整團 這個比較難一點 因為我們又要上班 上學 金錢上 如果你去日本就更加 是啊 如果台灣可能容易 但是你又要 隔離大家的時間 還有假期 是啊 現在機票可以 一早預約的 如果可以的話 是啊 其他成員呢 想問其他成員 有沒有哪些地方 是想嘗試去表演呢 其他成員 如果有機會 當然想到處去 很感謝別人給我們機會 其實去哪裡 都真的沒什麼所謂 我們之前也有試過去紹興 去表演 都很開心 別人請我們去 而且都玩得很開心 在別人的會場那裡 當時那個是什麼會場 那個是叫做 邵慶的動漫節 去到表演的同時 就是 認識到 認識到 不同的人 認識到不同的文化 就是他當地 可能本土的 一些 ACG文化都不一樣的 可以體驗一下 是很開心的經驗 第三問問 當時你們去韶慶的時候 當地的 有沒有同樣的 Cosplay舞團 當時 那天反而沒有見到 沒有見到 沒有見到舞團 但是有 去比賽的人 比賽人 就有 但是他們好像 都是喜歡 兩至三人的組合 多於一大團 粉絲的感覺 為什麼 當時你們見到內地的粉絲 其實他們的感覺 是不是跟香港的粉絲 有少許不同 含蓄一點 我們跳舞的時候 看到台下 明顯是很喜歡 粒拉的人 袋子有粒拉 身上也穿著粒拉 Cosplay 他的眼睛是發亮的 是閃亮的 但是他的嘴角 是含著微笑 但是他會很 好好地坐在那裡 即是跟香港 跟日本有少許分別 因為我看到 你們也有說過 香港的粉絲 都較為熱情 但是當然 日本的粉絲 是不是更加熱情呢 其實日本的 更加含蓄 更加含蓄 對 更加含蓄 想試一下 即是衝出香港 去一下台灣 或者去一下其他 我想去台灣 其實沒去過 但是當然有機會 就很想去 我也想去台灣 她們只是掛來吃 心裡面 那去到尾聲 也想問一下 未來有沒有大計劃 大計劃 大計劃 可否跟粉絲說 大計劃 我們也是這樣的 我們經常都很積慶 那些東西 對 Ten is our plan 對 因為我看你們 有時有些粉絲活動 很多粉絲參加 一百多人 有時有些粉絲活動 都聚了很多粉絲一起去吃東西 即是類似 下一年會再做多些活動 或者希望做多二三百個粉絲一起 去燒飯吃 BBQ 即是類似 我吃的類似 我真的不知道 BBQ這個提議不錯 我們接下來都有的 我們有中秋的活動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說 中秋活動就是 接下來就來了 其實都是清談節目 我們現在一樣 清談節目 吃點東西 我們會親手吃東西 即是像魚餅 對 像是羊肚 送一下我們親手做的禮物 多數都會 最後也想問 有什麼想跟兩萬多位粉絲說 各位 多謝一職以你的支持 其實都是很感謝他們 尤其是有很多 每一次活動都會看到他們的面孔 會很親切 如果上台表演 他們在下面 我們也會很安心 所以希望他們 以後也繼續支持我們 你們是我們的力量 我會繼續努力 不要突然間發怒 是的 會努力一點 和世紀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狗衝吧 這是代粉絲 有私信問問 他說未來的表演 會以哪套動畫為主 有人想問一問 因為可能及後再近一點香港 可能跟人會場會少一點 即是中秋打後 可能以後來說 會不會說 會不會是考慮呢 暫時都是Idle Master 灰姑娘 接下來的Plan也是 還有 Marcos Delta Marcos Delta 現在真的很多人跳 是嗎 是很多 我很喜歡這套作品 其實不止香港 是台北和內地 都有很多粉絲 突然間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有群組的人一起跳 當然 咦 我們會組成這麼多個團 之後跳Marcos Delta 當然 有同好就好 最開心 有機會就好 但是一齊練舞 我們接下來都想 跟多些不同的人合作一下 是啊 看看有沒有機會 幾群組合的 一齊Cosplay舞團 一起表演 好了 最後 很多謝NIRUS的 各位成員 來到動漫無雙 也都很開心 NIRUS也和大家 動漫無雙的聽眾 分享 今次他們的舞團 由2014年5月11日到現在的經歷 也都祝願NIRUS 事事順利 也都希望NIRUS 及後我們每次的動漫節也好 大型的同仁節目也會看到NIRUS的出現 好 最後 讓你們和聽眾說聲 拜拜 拜拜